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用一辆电动轮椅 好的 来 请回 坐上一台好的电动轮椅 前后都有轮 而且还能够稍微越过一些小障碍 你最想去的和最想干的 第一件事是什么 是 应该是带我归你去公园 去超市转转 现在不能去吗 不可以去 我妈在最后完全不能走之前 每天都从四楼下去 就在那个榕树下面绕着树 扶着树这样转圈走 那半个小时是最快乐的时光 虽然那半个小时 只绕着那一棵树走 而且没有去什么公园 就是楼下的小院子 旁边就是一道围墙 好像这些整个走廊里面就咱俩 但我就眼看着它 就是一圈一圈地转 后来连下楼都下不了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 你要这台电动轮椅 然后跟着孩子 这个活泼的步伐往前走 你在后面跟着 你就想要这个 是 来 我们听听五位对你梦想的助力 我觉得从你们这个家庭当中 可以给很多社会上很多 意志比较销成的人 很多的这个能量给到他们 你这样的一个人 都能结婚升职 对吧 甚至还能创业 确确实实就是 这是一种精神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 人类的一种精神 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要怕 只要我们心里面有希望 向往的一种生活 我们也能有我们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 我是雄九集团的创始人 然后今天首先第一个 你这个能以的心愿 我就直接帮你完成了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还想就是能不能知道 你一些创业的上面的一些 东西 因为我们雄九集团 是专注于中小企业 创业创新孵化的这么一个机构 所以说我今天也看 你给我们送的这个礼品 零下有非常好的产品 有枸杞 甚至还有别的土特产 所以我们来帮助你看 能不能把你们当地的一些土特产 帮你做一些电商上面的运营 可以长期地 对你有一些资助和帮助 好吧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就是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词穷 虽然说着很轻松 虽然说着感觉是 我们听上去感觉 你也很自信 你也很乐观 你也很向上 你也很积极 但是我觉得这些词语 真的很无力的 因为这些年当中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是怎么过来的 可能是因为 你这份坚持 感动了上天 让你有了这份爱情 而且还有了孩子 那我是做教育的 所以我觉得咱们孩子看上去也非常的乖巧 所以我代表我们先创意教育 也给咱们孩子送上一套精美的美术画材 希望他能够执笔描绘我们未来的幸福 同时也给我们坚强带来无限的快乐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你看看 你的身体有这么大的问题 可是你发现了吗 你爸爸妈妈弟弟帮了你特别多 正是有你这个温暖的家 你才那么乐观 那么积极向上 而就因为你这个状态 才吸引了你的老公 老天爷赐给你那么健康的女儿 那么作为小家传媒呢 我们是做家庭文语的 奉献两千块钱的 对于孩子的玩具和图书 希望能够帮助伴随她的成长 希望你们全家越来越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感觉啊 你健康的那扇窗户刚关上 你幸福就来敲门了 梅尔木眼科医院呢 给你提供两个助力 第一个呢 愿意帮助你两千块钱 第二个呢 我会长期地去买你的土特产 要是你有淘宝呢 那就更方便了 咱们就祝福你们一家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种病其实对于生命 不会有太大的危机 就是十分的痛苦 骨髓非常的痛苦 是 要加强自己的身体 为了老公 也是为了孩子 时时刻刻地避免 其他不必要的病发生 好吗 好的老师 只有身体好 一切才皆有可能 谢谢老师 好吗 谢谢你们 来 再见 虽然生活给了她 无尽的考验 但是坚强的何树红 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 虽然全身瘫痪 胳膊强直 但是她依然用乐观和努力 向我们展示了 属于她的幸福生活 有关 有关